好,我們現在要來講的是筆值 那筆值的技巧很簡單 就是把一個筆的前項跟後項相除 得到後項分支前項 這個值就是筆值 它有可能是個分數,也有可能是個整數 那筆值的應用意義後面會再講 那例題 江先生在補習班打工 每個禮拜工作五天可領到薪水兩千五百元 江先生的薪水工作天數的筆怎麼計? 筆值是多少? 那薪水比工作天數 我們把薪水的兩千五放在前面 工作天數放在後面就會變成兩千五比五 那筆值呢就會是把兩千五去除以五 答案就是五百 那第二題呢 六年一班的學生共有二十八人 總發現有十七個人近視 近視人數和全班人數的筆怎麼計? 筆值是多少? 那我們知道有十七個近視的人 所以我們在筆的前向我們把它放十七 全班人數是二十八個人 那所以把二十八放在後面 近視人數比全班人數就是十七比二十八 那筆值呢就是把他們兩個相處 會得到二十八分之十七 那他沒有辦法約分 所以我們就記作二十八分之十七 正比就是要熟悉他的定義 正比代表就是要用到剛剛教過的筆值 正比代表很多的筆 他們的筆值都是一樣的 那就可以說這個事件 或是這一連串發生的事情 他成正比 我們來看立體 如果有一個三角形高為十公分 則三角形面積和底乘正比 可列出關係式為 那我們首先要知道三角形的面積公式 就是底乘以高除以二 那所以他現在 給我們的空格後面乘的已經有底的公分數 那我們知道高是十 那所以 我們把底的部分去掉 所以這個框框裡面應該要填的是高除以二 那高是十除以二就是五 所以我們這個要填五 那第二題 小美班上有二十五個人 他將下課離開教室的人數 留在教室的人記下來 那要想問這個關係是不是成正比 那我們很明顯看到 第一個我們把它直接化作比值 那我們第一個看到會是二十分之五 也就是四分之一 那第二個會是三分之二 第三個會是二分之三 第三個會是二分之三 那講完這些之後 我們要來看比例詞跟縮放圖 那他的技巧就是要了解比例詞怎麼看 還有縮放圖就是所有的資料都成正比 那我們現在有一個圓 是七分之六公尺的直徑 那這個圓的三分之五倍放大圖的直徑是多少 那所以我們就把七分之六去乘以三分之五 答案就是七分之十 那他說要化成真分數或是代分數 那所以答案會是一又七分之三 第二題 下圖是某個直角三角形的二分之一倍縮小圖 那角一是圓圖的直角對應角 那代表角一它還是個直角 所以角一是九十度 那他的面積 那我們知道他九十度的話 就是可以就是要把直角三角形的兩個邊相乘 兩個比較短的邊相乘 那我們知道他是二分之一倍縮小圖 那代表他圓圖的所有資料都要放大成兩倍 所以五的那邊他其實原本的大小是十 十二那邊是二十四 那我們把它相乘十去乘以二十四除以二 我們得到的答案是一百二十平方公分 好我們現在要來講的是筆直 那筆直的技巧很簡單 就是把一個筆的前項跟後項相除 得到後項分支前項 這個值就是筆直 它有可能是個分數也有可能是個整數 那筆直的應用意義後面會再講 那筆直呢 那筆直呢 就會是把兩千五去除以五 答案就是五百 那第二題呢 六年一班的學生共有二十八人 總發現有十七個人近視 近視人數和全班人數的筆怎麼計 筆直是多少 那我們知道有十七個近視的人 所以我們在筆的前項我們把它放十七 全班人數是二十八個人 那所以把二十八放在後面 近視人數比全班人數就是十七比二十八 那筆直呢 就是把他們兩個相除 會得到二十八分之十七 那他沒有辦法約分 所以我們就記住二十八分之十七 正比 就是要熟悉他的定義 正比代表就是要用到剛剛教過的筆直 正比代表很多的筆 他們的筆直都是一樣的 那就可以說這個事件 或是這一連串發生的事情 他成正比 我們來看立體 如果有一個三角形高為十公分 則三角形面積和底成正比 可列出關係式為 那我們首先要知道三角形的面積公式 就是底乘以高除以二 那所以他現在 給我們的空格 後面乘的已經有底的公分數 那我們知道高是十 那所以 我們把 底的部分去掉 所以這個框框裡面應該要填的是 高除以二 那高是十 除以二就是五 所以我們這個要填五 那第二題 小美班上有二十五個人 他將下課離開教室的人數 留在教室的人 記下來 那要想問這個關係是不是成正比 那我們很明顯看到 第一個 我們把它直接化作筆直 那我們第一個看到會是二十分之五 也就是四分之一 那第二個會是三分之二 第三個會是二分之三 第三 第四個會是四 那所以我們答案這個不是正比 因為他跟我們剛剛講的正比關係不符合 他的筆直便沒有固定 那我們講完這些之後 我們要來看比例詞跟縮放圖 那他的技巧就是要了解比例詞怎麼看 還有縮放圖 就是所有的資料都成正比 那我們現在有一個圓 是七分之六公尺的直徑 那這個圓的三分之五被放大圖的直徑是多少 那所以我們就把七分之六去乘以三分之五 答案就是七分之十 那它說要化成真分數或是代分數 那所以答案會是一又七分之三 來第二題 下圖是某個直角三小型的二分之一被縮小圖 那角一是圓圖的直角對應角 那代表角一它還是個直角 所以角一是九十度 那它的面積 那我們知道它九十度的話就是可以 就是要把直角三角型的兩個邊相乘 兩個比較短的邊相乘 那我們知道它是二分之一倍縮小圖 那代表它圓圖的所有資料都要放大成兩倍 所以五的那邊它其實原本的大小是十 十二那邊是二十四 那我們把它相乘十去乘以二十四除以二 我們得到的答案是一百二十平方公分 所以我們要來看看 我們要來看看